男人有这四个坏习惯,很容易让女人爱上你 很多直信男人在有喜欢的人时,会干巴巴的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意 让女人没有一点浪漫与惊喜 甚至不给女人一些思考的时间,就让对方给回复 遇到这样鲁莽的处理方式,就是对你有意思的女人都不敢正面回应 所以才有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说法 男人只要有以下四个坏习惯,保证让女人爱上你 一,拥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姿态 很多男人以为喜欢一个女人,就应该整天围着她转 要什么给什么,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恋爱方式 就算再喜欢对方,作为男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态度 自己独立的个性深知,有时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坏男人 在女人需要的时候才出现,比随时待在女人身边更容易让女人糟糜 二,舍得给女人花费 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十分小气抠门 自己想买什么东西,还要问着要半天 女人平日里更喜欢买真买那 更加喜欢大方豪爽的男人 要是一个男人在给女人花钱这个事情上,从来都不犹豫 总是有损的花钱的坏习惯,保证容易让女人喜欢 三,喜欢带女人出去旅游 世界之大无奇不由 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 很多美景都没有机会观赏 要是有一个男人经常带自己的女人四处走走 带她去看遍没有欣赏过的风景 每年都能保持平凡出去旅游的坏习惯 这对女人来说绝对是极大的吸引力 估计会有很多人爱上这类男人 四,时刻都能做到暖心 男人既能够展现自己的勇猛果敢 更能够在女人需要的时候保持温柔 这样的男人会让女人感觉安心舒适 毕竟女人都比较娇小可爱 需要男人的温柔呵护 一个总是保持十足暖心坏习惯的男人 对女人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女人对待感情更多的是用肢体去感觉去体会 因此让女人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做到完全放松身心 不用过多的语言 自然而然而甚深地爱上你